灵魂存在于比三维更高的维度空间之中 在人的身体内应该隐藏着某种非物质的我 它操控着我们的大脑以及躯体 就好比我们操控计算机一样 灵魂是我们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 一部分人认为或者说坚信 灵魂是真实存在的 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 灵魂纯粹是一个无稽之谈 但不管怎么说 大家似乎都不太喜欢听到别人讲 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 有一些学者认为 灵魂存在于比三维更高的维度空间之中 所以灵魂能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灵魂 当我们解释二维空间时 时常会用蚂蚁来举例 在蚂蚁的世界中 只有长度和宽度没有高度 所以我们趴在地上时 蚂蚁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 但当我们跳起来时 就会立刻消失在蚂蚁的二维世界中 这个解释虽然有点牵强附会 但也算是对维度有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读 我们知道 弦论是目前主流粒子物理学界最前沿的科学探索之一 它的基本观点认为 自然界中组成基本单元的并不是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 而是很小很小的现状的弦 因为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产生了不同的基本粒子 简单的来说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吉他有六根弦 弦的粗细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振动频率 发出不同的音节 这也就决定了弦会组成各种不同的基本物质 在弦论的诞生之初 就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我们所能认知的一切物质 可能都是弦的振动所形成的 如果以科学的视角摒弃一切玄幻迷信的传说 或许灵魂也一样是弦的振动所形成的 这部分研究弦论的科学家认为 灵魂的振动频率可能更接近于宇宙本身的自然频率 灵魂是高于人类肉体所处的三维空间的存在 所以我们人类很难感知到灵魂的存在 当灵魂附着于肉体之上时 就让人类拥有了智慧思想和自我意识 肉体会随着时间而消亡 但灵魂这种更高维度的超弦物质则永生不灭 相传在修行禅定达到一定境界后 就能自由穿梭遨游在宇宙自然之中 并且看到娑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 当然对于我们多数人来看 这只是一个传说 有人说相信灵魂的存在 是一部分人为了满足对于逝者的心灵寄托 也有人说相信灵魂存在也同样是一种信仰 他们信仰仍有前世今生因果轮回 所以相信灵魂存在的人 会寄希望于通过今生的善行 让自己的来世变得更加美好 埃隆·马斯克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很可能是被设计好的 是虚拟的 这个观点无疑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很多人都尝试用科学的视角为这句话来证伪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很可能是一种哲学理论 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句话有很多的解读方式 但我个人的浅见认为 佛陀可能想要传递的是 世间一切都是虚妄的现实 他们都因为我们的欲望而存在 一切事物都因为我们是否在意 而变得可得可失 假如世界是真实的 那我们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一切被我们所关注的事 所在意的人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切 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假如世界是虚拟的 那我们自己更是绝对的世界中心 相信很多玩过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虚拟世界中 一切剧情都围绕着 我们这个玩家本体而进行 所有剧情也都因为 玩家本体存在而存在 所以只有坐在背后操纵的那个人 才是真实的 也许这就是我们与灵魂之间的关系 在考古学界流传着一个 非常有趣的传说 上个世纪 一直来自英国的探险队 在墨西哥雨林中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探索 希望能找到阿兹特克文明留下的金字塔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 他们幸运的发现了一座非常小型的金字塔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 这个金字塔的风化又非常严重 边角露出了一些黑色的物质 探险队围绕着金字塔 搭起了帐篷 准备做一个长期的测绘工作 然而在某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狂风暴雨中 他们忽然看见金字塔上升起了火焰 阿兹特克人的巫师围绕着火堆开始唱歌 兴奋的阿兹特克人们围绕着金字塔 跳起了舞蹈 整个金字塔成了一片火把的海洋 由于狂风暴雨以及内心的恐惧 探险队员根本不敢接近金字塔 在这一刻 历史和现实仿佛被暴风雨 柔和到了一起 这好像一场丛林三地电影一样 真实的耸人听闻 探险者中的一名绘画爱好者 在帐篷中战战兢兢地记载下了巫师身上的图腾和高官上的图案 暴雨雷电过后 太阳慢慢出现在了天际之间 金字塔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惊魂未定的探险队员们认为 自己在这场暴雨中经历的 很可能是来自阿兹特克遗迹守护者的灵魂警告 于是他们不敢再继续测绘 便匆匆离开了这片原始丛林 回到英国后 探险队员把画下的图案交给了考古学家 并跟其他阿兹特克神庙中的拓片进行了对比后发现 这些图案确实来自于阿兹特克文明中 而他们描述的那场祭祀活动 也非常符合阿兹特克人的习俗 鉴于这些探险者 并不是真正的阿兹特克文化研究人员 他们很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来编造这样一个故事 然而有科学家认为 什么灵魂之类的根本都是胡扯 这一切的发生很可能因为那的金字塔的塔芯是由磁铁矿构成的 这个天然的磁记录仪 记录下了千年之前的影像和声音 这一切又恰巧被当晚的雷电所激活 探险队员们围观看到的其实只是羽目中的天然投影罢了 这原理就好像我们曾经使用过的录像带一样 这个有趣的故事可能会让大家联想到 我们的民间也有关于灵魂存在的相似传说 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脑科学家艾克尔斯教授 认为在人的身体内应该隐藏着某种非物质的我 这个我在胚胎时期又或者是几年幼时期进入到人体的大脑之中 它操控着我们的大脑以及躯体 就好比我们操控计算机一样 这个非物质形态的我 即便在大脑死亡后依然还会存在 并拥有着某种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的非物质活动形态 这个说法可能并不是第一次将意识与灵魂画上等号 1981年诺贝尔医学发明奖得主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罗杰·史伯里 在详细的分析了人脑的功能后认为 人们所谓的我很可能是一种超物质的存在 这种非常崭新并且重要的非物质 存在于分层结构复杂的人体组织大脑中 并实际掌控着大脑以及我们人体的一切活动 除此之外像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查理士·谢林顿爵士 加拿大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 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麦凯博士 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斯·贝德教授 尤金·维格纳博士 他们都在不同层面表达了大脑中可能存在着某种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意识 世界著名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先生 在他的著作《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说 灵魂又或者是意识并不是大脑的附属品 灵魂具备着某种独特的性质 很多朋友在审视灵魂这个命题的时候 都会试图用科学眼光来直接否定灵魂的存在 然而事实上很多人类世界的顶级科学家和科研人员们 都相信灵魂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一直在为了验证它的存在而努力着